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忏悔很重要 要学会忏悔 师父经常跟弟子讲 知道忏悔的效果多大吗 忏悔就是洗衣服啊 洗得干净了才能穿啊 忏悔忏就是停止 忏 忏悔就是断掉 停止断掉就叫忏 忏悔就是不再做了 以后不做了就叫忏悔 所以忏悔两个字就等于 我现在就停止了 断掉了这些不好的事情 我不再做了就叫忏悔 忏悔之后 人就会变得清净 今天做了一件事 今天做了一件事情之后 外面拿了一件不该拿的东西 心中想到 我像小偷一样 人家抓到我怎么样 如果心中想到 我还掉 我以后再也不做了 是不是在家里心里就舒服了 要是今天跟老婆吵架 把老婆气了半死 今天说我再也不骂老婆了 是不是待会就主动会就跟老婆讲话了 因为我不会再骂你了 你不会生气了 所以忏悔变得清净 就会断掉你的无名习气 发无名火 没有道理的发火 现在人的毛病动不动发火 没有道理的就发火了 看了你不顺眼就发火了 在公共汽车上 其实最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 你们去看坐公共汽车 有修养的人 怎么笑嘻嘻的 让我们学佛的人 坐地铁 我们嘴巴里念经 哪会去听人家讲 哪会去看人家 这个人讨厌 那个人蛮好看 这个人怎么样 不看的 就念经啊 断掉你狂傲的心性 一个人的心啊 会非常高傲 每个人做的事情都不一样 每个人对社会做的贡献都不一样 有狂傲的心性 因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 但是不要忘记啊 很快退休了 有的人已经退休了 有的人什么都没有 想到底呢 再怎么样 死的时候还是一堆白骨啊 所以不要狂傲 佛法叫我们人千万不要狂傲啊 一个人如果心不正 一出来的念头 就是恶的 怎么样控制自己的念头 心要正呀 今天心不正 把别人都看成不好的 念头出来 全部都是恶的 这个人很讨厌所有的人 很恨人家的 心不正了 讲出来什么话都是有恶念在里面 所以思想上有邪思邪念啊 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一个男的他从来没有淫念 他很规矩 他觉得我有个老婆在家里 我到外面不能看 没什么好看的 有个老婆 外面女人好看 哪个跟我没关系 他这个人心正的话 他眼睛里看出来 不会邪思邪念 如果他心不正 他老婆不好看 我真的是怎么找这个老婆 弄一弄不掉 他算了 外面看看也好 左看右看 出来的意念 全部都是邪的 脑子里闯祸了 师父跟你们讲的佛法 真的贴近生活了 很多女人 生孩子的时候 这脸长得很难看的 因为她生孩子 她脸变形嘛 想看她肚子里 有这么大个孩子 所以她的脸 就不是太好看了 吃的多了 然后睡啊 连的肿啊 很多男人 出格的时候 就是老婆在怀孕的时候 邪念一来 她就出格了 她的心念 一邪 邪念就出来 所以邪思邪念 不能有一点点 如果有一点点 就称为狂妄之人 邪念之人 想做不狂妄的人 想做不狂妄的人 就要懂得 不要到处去狂妄 生活当中 你说你不狂妄 但是你跟别人一接触 一开口就 那我家里呢 我过去呢 我曾经呢 我碰到一个人 吃激素啊 吃的那脸 整个变形了 很难看了 结果她就到处 拿着她过去那张照片 你看我过去 你说傻不傻 不看过去 现在就算了 一看过去 怎么看 也是越来越难看的 学会 圣者离狂 你是个圣人 圣者就离开狂妄 愚者恋狂啊 愚者和愚痴的人啊 整天惦念着 我曾经呢 我曾经狂妄 你看我曾经多好啊 人有比较了之后 就不好 所以人不能够比较 人一比较 输了就会嫉妒 修心呢 到后来呢 要懂得一句话 邪心不可有 很多人会问 什么叫邪心啊 邪心啊 就是不正的念头呀 讲人家不好啦 怀疑人家啦 嫉妒人家啦 都叫邪思邪念啊 先把人家 往好的地方看 现在的人呢 先把人家 往坏的地方看 要想做圣者 就要自度 自信 自我了解 自己要了解自己 一切 一切邪念 会干扰 神势 因为今天 对这个人 不开心了 时间长了 神势里 精神里 就怀疑 他肯定是坏人 他肯定不好 天天想 脑子里就出毛病了 很多夫妻啊 其实老婆跟老公 没有事情的 就是怀疑啊 怀疑到后来 真的两个人 一点点事情 打得天翻地覆啊 看到老公手机上 稍微有一个 女同事 给他发个短信 吵啊闹啊 就 掰了 他到神势里面了 因为脑子里 我这个老公 只要女人 他都喜欢了 好了 你这个神势 一进入你的心里 他讲的话 觉得怀疑 他做的事情 觉得怀疑 他今天吃的少一点 你也觉得 他要保持身材 想给这个女的喊 因为神势 让你去想很多事情 让你产生了很多的恶念 一定要把它消除 什么样消除自己 内心不好的东西呢 要用善念 来代替 佛曾经 告诉过我们 意识里有个魔啊 翻成白话文就是 不要相信 自己意识里的 是魔 你意识感觉到 这个人会偷东西的 你时刻会防着他 你觉得这人会偷钱的 你时刻会防着他的 你觉得你的老公会偷人 你时刻防着他 时间长了 感情就没了 要告诉自己 这是魔障 我这样想是不对的 经常纠正自己 就可以转化视魔 意识当中有魔性的 转化视魔 清静心就能一直保持来啊 心中不怀疑别人 是不是很清静啊 很开心啊 现在的人跟人不相信 我只要举个简单例子 你们就知道 如果今天老公 突然之间说 我来跟你做菜吧 我来跟你做饭吧 如果夫妻两个 经常吵架的 只要有个人挑拨说 你老公平时跟你吵架吗 天天吵 两个人吵得厉害吗 吵得很厉害 那他为什么跟你做饭啊 他从来不做的啊 为什么 你要当心哦 他会不会 在里给你放点东西 等到第二天 他跟你做菜的时候 你就不敢吃了 你就害怕他放东西了 视魔来了 视魔啊 意识的魔性就来了 要用善念来代替 清静心要一直保持的话 就要转换视魔 真如本性会马上出现 真如本性马上出现是什么 真心呀 善良呀 佛性呀 我们每个人讲到底的本性 还是很善良的呀 我们生出来小孩子的时候 一看见 一看见姐姐摔跤了 妈妈 姐姐摔跤了 她很痛啊 哭了 大起来呢 一点良心都没了 这就是人的变化 视魔 真如本性出现了 也就是在主意识当中 会出现正确的意识 来消除意识当中 魔性的判断力 你们我喜欢举例子 在主意识就是 主要意识中 会出现正确的意识 来对付心中的视魔 老公礼拜四放假 要帮你做饭了 你听别人说 老公为什么 可能会不会把你里边 放点东西 这个时候你的视魔出来了 那么你的主意识 主要意识里边是什么 可能吗 我老公跟了我这么多年 他要把我害死的话 他早就害死了 他就等到今天呀 他良心不会这么坏啊 我对他这么好 他会害我吗 主要意识占上风了吧 你还会去看着他烧菜 放什么东西吗 要转换视魔 用善念来代替 你的真如本性 会马上出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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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